新新聞,我是陳家欣,今日的主頁新聞包括 北韓公開昨天試射導彈的過程,有專家說北韓的導彈技術和射程都有特殊 詳細的新聞內容,香港田徑代表呂麗堯聲稱當年之前曾經被田教練性侵犯 他例如當時受讀的培訓中學和他所屬的窩神寺評論會都說,暫停了懷疑特製教練的職務 在達入23歲的時候,他在社交網站上載了首次寫有MeToo字句的一張照片 他說被國體操代表馬羅尼公開早年被他依性侵犯,令他鼓起勇氣,公開經歷 他說十三四歲的時候,在課案活動認識了前教練,雙方建立起亦私亦有的關係 大約一年之後,有一天教練邀請他去家,而按摩做理由性侵犯他 呂麗堯說,直至兩年前,他才將這件事告訴朋友 現在決定公開,是希望喚起公眾關注兒童性侵犯的問題,鼓勵受害者否白 並且令公眾明白這些不是羞恥或者不可以公開討論的事 呂麗堯又說,未聽過香港體育界有人被性侵或者非禮 但是他相信同類事件是存在 呂麗堯當時就讀的培診中學發聲明 對呂麗堯的遭遇深感難過,嚴厲譴責私害者 校方說三星期之前,收到呂麗堯通知會公開事件之後 已經即時停止有關外聘教練的工作 而校方也都已經向田徑隊交代 培診中學又說,暫時知道,無其他受害人 在我們的聲明已經講了,這一位是一位外聘的田徑教練 和事件有關的教練,我們將會停了職 我只可以透露這麼多,他這麼勇敢站出來 是希望喚醒社會對於兒童性侵犯的關注 這件事我們校方是絕對配合的 如果當時人需要進行任何的法律訴訟 或者是刑事的檢控,學校是會全力配合 呂麗堯所屬的屈臣市田徑會發聲明 對事件深感痛心難過 經跟進和了解,已經即時暫停懷疑攝士教練的職務 呂麗堯是現在本港女子首席短途跨欄選手 9月在亞洲室內運動會,60米難贏得金牌 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坤伯德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呂麗堯的經歷感到難過 她要求警務處處長積極跟進 警方下午就派人去到培政中學了解 警方就呂麗堯事件 下午派人包括刑事調查隊人員去過培政中學 逗留大概一個小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呂麗堯的事感到難過 但也非常敬佩她的否白勇氣 她說已經要求警務處處長積極跟進 但受害人也要提供資料 林鄭月娥也呼籲社會保持警覺,關心兒童 但是她的職業是讓她有教有多機會 去接觸這些小朋友的人士 她們一定要自己負責自己的良心 如果小朋友對她有一份尊敬 你也信任她 她怎麽可以對這些小朋友做這些令人 是非常之狠狠的行為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也強調 性親案受害人要向警方舉報 受害人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她們的證供是非常困難 而有關的部門或者機構 在這方面的調查經驗都是豐富的 她們會公平公正地去處理這些案件 有關著團體就說 家長平時應該警惕子女 希望家長盡量不要被小朋友單獨和教練 或者親戚或者老師去相處 我們都明白到某一些運動 或者某一些學習上面 教練需要做示範 例如捉住同學的手 一些肩膀去做示範 任何身體接觸 只要學員覺得不舒服 其實已經可以立即叫停 提醒總會嚴厲譴責 女麗堯事件裏面有關教練 破壞和運動員間的互信 強調絕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性騷擾 馬會證實青少年馬術隊發生性騷擾事件 一個騎術教練被解僱 馬會發現人說 接駁立法議員馬逢國和其他人士 就青少年馬術隊成員被性騷擾的查詢 調查後發現一個騎術教練執行職務期間 用涉及性騷擾的用語 上星期五將那個教練解僱 馬會強調一陷重視員工的道德操守 會嚴正處理所有涉及員工操守的指控 轉看其他消息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通過 行常化白居二計劃 初期每年的配額是2500個 之後會再檢討 施政報告建議將白居二計劃行常化 給白表家庭可以透過計劃 選購未保地價的二手居屋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開會 以大比數通過行常化計劃 大將配額定為每年2500個 教房署原本建議的3000個小 如果一次過太多名額在市場上 亦都可能顧及到 目前市場上的二手居屋成交 數字上也未必是這麼大 每一年有一個檢討可以增加 或者相反來說減少 基本上大家覺得這樣的做法 可能會比較適當 政府2013和2015年推出兩輪白居二先度計劃 其間二手居屋樓價升幅 較同期私樓市場更高 有學者認為白居二行常化之後 進一步推高二手居屋樓價的機會不大 現在價相對保育很多 那樣的情況下你看到的市場的波及 特別減少 只有真的上市場的時候 就真的上市場上市場 可能會考慮 基本上沒有空間有賺 我想需求上 因為已經升了很多市場上 我覺得它要推高樓價 其實機會不是太高 白居二每年會和傳統居屋一起接受申請 並採用相同的申請資格和轉秀限制 申請人可以二選一 或者同時選擇兩項 但兩項計劃分開攪珠 最快下年第一季推行 無線電視記者簡外宜報道 政府的數據顯示 樓價年升十九個月 亦是連續十二個月創新高 樓價升浪持續 而且不斷破頂 差響物業股價處公佈 私人住宅售價指數 十月報三百四十二點四 按月升幅略為擴大去到百分之零點五 按年升幅就有大約一成二 其內中小營單位按月樓價升得比較快 當中面積介乎753-1075平方尺的中型單位 按月升大約百分之零點八 不過面積178-22平方尺或以上的單位 售價就微跌 樓市金輪的升浪由去年四月開始 累積升幅已經超過兩成六 有分析認為樓市升勢短期之內 都未必會轉向 我估計樓市相對地比較平穩 亦都有少量的升幅 比今天按期利率加多兩尼華以上 我想才對買家來說 叫做有些壓力 但現在食口指數是偏低 還有供應來說 通常發展商會看市況去推幅 我想這兩個因素 2018年未必真是說 會叫做左右大市 至於做金指數就年升十一個月 並繼續創新高 十月報187.1 按月升百分之零點四 按年就升超過百分之百 無線電視記者葉詠言報導 勞工顧問委員會勞資雙峰同意 南市市產價增加到5天 勞峰說希望可以再多兩天 大致峰說對大部分企業來說有困難 本港由2015年開始 推行南市三日市產價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 增加到5天 勞資雙方同意有關建議 最大的問題都在目前就是 勞動力不夠 特別是微期 可能在用的人壓比較少 如果他們的市產價 在那段時間的確有困難 但是這裏我們相信 這個在三日至五日 我們今天就作出一個同意 都會從立法的階段 開始是啟動的 並不同婦女產家 婦女產家是連續放 如果在勞資互量互養的底下 男士有身市產價到5天假期 其實是可以 跟僱主可以談到 如何配合僱主的聯運需要 羅方希望下一步 可以將男士市產價增加到7天 大資方說 四成企業對於7天市產價有困難 希望等到經濟環境 情況許可的時候再檢討 無線電視記者陳代琪報讀 轉頭回來會報讀 我也是第一次要求 終止別人 在立法會建制派用新策略 嘗試制止非建制派拉布 在日本當局就用趕領的策略 宣示他們聲稱擁有的釣魚台主權 韓載試射導彈 中美領袖通話討論 中方呼籲以對話解決問題 全家都有 紅毛耀酒 六十七味中藥 屈風寒 止疼痛 調五臟 不氣血 指定右強身 是中老年人綜合條理的好方法 腰腿不痛 關節好 生活才能更美好 要是慎不虚不起夜睡得安心 那老伴可就省心了 爸妈有口福 全家都是福 很好 老板 前面都涉了 但车可能过不去了 你都涉快了吗 好 好的 也非常感谢 确实比较难为人 这些名字比较好 确实非常典型的南斯拉夫那位 人家遮个齐哪个齐的 这个其实邱先生说到这我就想说 就这一次在当庭服毒这个事 首先很多人就开始质疑 就是说这个国际行政法庭 它在管理上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漏洞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表面显像一个细节上的东西 另外呢就是其实您刚刚也谈到了 就是我们想请您谈的就是这个联合国国际形势法庭 它的这个公信力到底有多少 对 这公信力现在很难说啊 刚才我们说嘛 现在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开写的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读到的人类几千年 一两千年历史 其实你说有多少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版本 都是胜利者写的历史 对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司法呢 虽然是相对独立 但是司法真正的国际法还是有一些胜利者来掌握的 所以呢 这个当然人类还是有一个公义 对吧 正义和这个公义战争 也明显比如说反千月战争 当时的东京审判啊 或者这个这个纽人堡审判啊 那倒是正义 都是正义的审判 当然在波克这个问题上呢 其实确实很复杂 因为他首先忍战结束 南斯拉夫解体 然后由于民主矛盾 由于民主矛盾一起来 然后由于西方某些国家的强行的记录 所以西方呢 他往往是鼓励分裂的嘛 鼓励分裂 所以当时到了波克出去以后 塞尔维亚不主张分裂 他还要留在南斯拉夫联盟里面 所以呢 他就用 当然反尊烈的 就被西方认为是不好的 然后呢 恰恰是塞尔维亚等等 这些国家 包括克鲁比亚的 他后来又在这个过程当中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西方的话来说是大屠杀 于是呢 就抓了这个把柄 所以呢 你说像以前那个卡拉维奇也好 米多索维奇也好 等等这些人 往往在某些民众的心目当中 是民主英雄 但是西方的眼里头 却是一个独裁者啊 或者图啊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那种筷子手啊 等等 再加上后来1999年以后 或者不是有一个欧盟 或者一个北约当时 对克鲁比亚的一个空障吗 其实那个是开创了 第一次对人类国际法的一个挑战 因为国际法从1648年开始 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 就人类国际法就一直认为啊 就一个国家的主权是神神不可侵犯的 sovereignty 对不对啊 神神不可侵犯 但是到了1999年上 克鲁比亚战争 其实那个也是从南联盟战争 后来这个延伸过来的嘛 就到底是人权高于主权 还是主权高于人权 成为人类第一次一个哲学命题了 因为西方国家说 当你里面有问题的时候 你在违反人权的时候 我可以践踏你的主权 我要去解放你的人民 主权是不重要的 对不对 但当你去以解放 以这个拯救 或者以这个维护人权为名 去践踏人家的主权 去解放那种人民的话 其实你又是在践踏了主权 其实所以这个人类的这个标准 遇到了一个损害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相当辅助 这个问题谈刺内下 到现在也没有解 也没有了解 你说不 力阻止下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 审议主席梁军燕批准提交的 49项以示规则修订议案 大会期后审议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相关的附属法例 但是辩论开始没多久 建制派议员罕有感动以终止代作 我都是第一次呢 是使用以示规则 第四十括弧一是要求终止辩论 黄国健解释是不想非建制派 在辩议员有议案之后 才提出终止代作 再花七八个小时辩论 决定早一步动议 令大会可以在下星期讨论修改议事规则 是从未试过在议会上这么赤裸地说 要扼杀议员的发言机会的 从未那么明目张胆 就是我就是要不让你说 所以我就提出四十括弧一 这个是太过分了 我们的议会被人倒乱 被人扰乱 被人拖慢 所以在一个有人形容现在是打仗的时候 这些叫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终止代作议案最后在建制派占大多数之下 在分组点票获通过 大会之后审议实习律师修订规则的相关附属法例 工程家议员盧伟国再动以终止代逐 去到晚上会议结束仍然未表决 要留待下个星期三大会处理 预料大会之后会就修改议事规则展开辩论 无线电视机者陈兆恒报道 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建议 政府明年增加烟草税一倍 委员会委诺港大在四月到十月访问2000人 当中八成半是非吸烟和已经戒烟的人士 超过八成人支持春年加烟草税 四成七吸烟人士就说 烟价上条会令他们开始戒烟 而平均要加到293元一包 才可以令他们有效戒烟 委员会说 现在每包烟 烟草税只占烟价67% 未达到世卫建议的七成半 建议政府大幅加烟草税一倍 令到每包烟价的烟价增加近100元 可以令到吸烟率由现在的大概一成 下角去到单位数 日本中城院石门市议会 最快下个星期审议 将会同中国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台 了解尖角株导所属行政区域灯野城 改名为灯野城尖角 舆议认为是要向中国宣示主权 工作表现得到顾主的认同 过程的专业分别 令我们可以在各行各业发挥所长 专业知识 实无技能 就是你的未来 职业绝材有欲 为未来铺路 我是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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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阿德 我就是清潔龙阿德 我相信没有东西是不行 有新动作 石缓市计划 将尖角株导所属的灯野城 这个行政区域的名称改名 加入尖角字眼 成为灯野城尖角 石缓市政府说 最快下星期一向市议会提交议案 特显尖角株导属于石缓市的行政区域 相信潮野政党不会反对 预料会在12月中旬顺利通过 之后只要充成愿之事批准 就可以成功更改地名 石缓市长中山二龙更加宣称 会考虑登岛以宣示钓鱼台 属于日本领土的信息 中国近期不断派公务船 链近钓鱼台 甚至进入12海里范围 即是日本所谓的领海巡航 日本传媒指出 石缓市希望将尖角株导所属行政区 明确加上尖角两置 对内对外都可以展示 日本坚定的决心 宣示主权 中国就一直强调钓鱼台是中国固有领土 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不会变 无线电视记者沪弱令报道 北韩公开昨天试射火星15型 针细弹导弹导弹的过程 领袖金正恩对试射成功非常满意 宋美领导人通电话讲北韩问题 国家主席习惠平呼吁 以对话解决问题 北韩国营电视台播出星期三凌晨 火星15型导弹的发射过程 领袖金正恩全程监督 报道说今次试射确认了系统 在战斗环境能够可靠运作 和弹头重返大气层的可靠性 金正恩对试射成功非常满意 潮中社文章说火星15型导弹 可以搭载超大型重型核弹头 打击美国本土 北韩今次试射打破两个半月来的平静 技术和射程都有突破 在族动各国有几个美国和中国神经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呼吁各方保持沟通 以对话解决问题 特朗普就说对北韩再次试射导弹心感忧虑 他主席活动就许改演讲的时候 不怎么批评北韩领袖金正恩 美国駐联合国大使克利透露 港普在通話中要求習近平撤斷對北韓的石油供應 他在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 又批評北韓令全世界來戰爭更近一步 美國無意開戰 但如果戰爭爆發 會徹底摧毀北韓政權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吳海濤 重申中國和俄羅斯支持雙暫停方案 即是北韓停止核試同時射導彈 美國和南韓停止軍演 無線電視機就一直很停報道 教育中方制國轉到去孟加拉訪問 他繼續迴避羅興雅字眼 呼籲各界解決若開邦難民的問題 教育中方制國結束緬甸訪問後 轉抵孟加拉首都達卡 總統敲米德同官員迎接 兩人在總統杯會面後發表演說 教育中繼續被提羅興雅字眼 稱為若開邦難民 他呼籲國際社會伸出援手 又讚揚孟加拉接納難民 哈密德就直接提到羅興雅人 譴責緬甸軍方犯下殘忍的暴行 令數以千腳的人被殺 又說將難民安全送返緬甸 是各界共同責任 盟加拉是較東南下施行的第二站 明天他將會接見羅興雅難民 但不會去到難民營 財經方面 市場憧憬美國國會將會通過稅改 金銀股繼續向上 帶動導致歷史性第一次升穿24,000點 最新是報24,075點 升了134點 歐洲股市方面 三大指數個別發展 港股一度跌近500點 收報29,177點 跌了446點 成交就大幅增加超過1700億 行車期貨夜市12月升了65點 成交是16,000多張 休息回來會說下 休息回來會說下 警方明天開始在部分地方試驗 用拍攝的手法協助檢控違法造成的交通阻失 香港遊信迎向故宮捐贈私路山水地圖 待會回來會介紹下 準備不到了 送走 好 我到 強身 祝您慢一天了 整個地區大家的身份認同感還挺對行的 基本上都是我 是南斯拉夫人 沒有聽 但是慢慢地隨著這個 因為剛剛天川也介紹了大家的經濟實力 這個意識形態 跟信仰都不同 所以慢慢地走向了分裂 那所以邱吉尔您觉得就是这个南联邦的这种分裂一分为七 它对于这个欧洲 尤其对于这种中欧地区的这种地缘政治来说 它会产生什么影响 它现在这个影响就已经过去了 因为当年确实很乱 因为那个年代的时候我正好在德国读书 所以那个时候也没互联网 天天就那个看电视 当时一个是这个苏联解体 变成很多独联体 对不对 很多啊 然后南斯拉夫解体 然后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国家又开始大仗 所以天天大概从1991年到1995年 这个四年里面没消停过 然后这个里面呢 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啊 它的整个的态势已经一定了 所以你看咱们不久以前 李克强总理去访问啊 这个中东国家嘛 中国和16个中东国家 连个前约剥黑业给中国一个免签 现在一切都已经开始稳定下来 但坦率来讲 这一页翻过去大概花了四分之一的事情 四分之一的事情死了多少人 打了多少仗 流了多少血 然后又是花了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个教训还是非常惨痛的 从南斯拉夫来说 看来我们知道铁拓 已经是个强人 铁拓在的时候 南斯拉夫很稳定啊 所以人有时候啊 我有时候经常说人是需要自由的 当然人有时候是不是需要一定那么多的绝对自由 当你给他绝对自由的时候 他就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想要的时候 个人的利益 各个族群的利益 就开始互相争斗了 然后表面上看过去呢 假如说有一个强人政治在的时候 你们一切都搞定 我来帮你们搞定 好像似乎是压抑了人性当中的某一部分自由 但其实也是需要稳定 对不对 所以假如说个人也是这样 当你太多自由的话 你的健康 你的家庭 肯定都会很乱 所以其实有时候 这个自由 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 还是要有点 有点 做一些 做一些平衡 但恰恰 这个时候 冷战结束之后呢 西方国家呢 他无论是从他的意识形态也好 或者他的价值观也好 他的鼓励自由 那你注意哦 他的鼓励自由 鼓励独立 里面是有他的战略设斩 你说要美国 加伊夫尼亚独立出来 他肯定不干 对不对 让美国现在52个州 51个州去分裂 他肯定不干 但别人分裂 他很鼓励你 以自由为民 尤其冷战结束之后 所以当时苏联解体是这一回事 然后南斯拉夫其实这里面的教训 教训非常非常之惨痛 所以其实你要花了四分之一的试气 开玩笑 对不对 而且现在很多的后遇症 其实到现在还会有 那么现在下一页就是中东了 现在就包括在薛伊亚了 利比亚了等等啊 伊拉克了 阿富汗了 那是后一轮了 就进入本世纪初以后的又一轮开始 好那这个听完邱先生说 这个南联邦解体之后啊 对于这个该地区的这些这个 你还要跟我一起生活 是不是 你要先去问谁 要怎么样照顾自己 我身边就不能有任何多人救世啊 喂 回來 Вас有收視新聞 廣華醫院一個醫生涉嫌在醫院裡面偷拍被捕 阮豐直實 星期日接報告 懷疑有職員涉及偷拍行為 即時報警 有班員已經被停職 詩細說 涉嫌職員一個醫生 懷疑在醫院更衣室偷拍女員工 警方說 星期日在油麻地 拘捕了個30歲的男人 涉嫌有犯罪覺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之後他獲准報酬 警方明天開始一年兩個月 在新界北和九龍東 涉嫌利用涉錄手證 打擊為例泊車造成交通阻塞的問題 警方明天會派出軍裝警員 在新界北和九龍東多個交通阻塞黑點 涉錄違規停車的情況 並會在拍攝地點的外圍部署人手 截停違例車輛並票控司機 警方亦都會通過錄影紀錄 查閱車主資料後再檢控 警方說去年就六種造成嚴重交通阻塞的違例事項 發出近18萬張告票 包括在禁區上落客同貨 未經授權在小巴或者巴士站停車 以及非法進入黃色方隔路口等 相信涉錄手證有助警員執法和提高定罪成效 可以減低了他們不必要的增壓 或者一些無理的投訴 所謂有哪有真相 亦都增加了我們舉證正攻的可靠性 幫助我們將司機告上法庭之後的定罪率 先渡計劃為期兩個月 警方又說先渡計劃完成之後會評估計劃的成效 再決定是否需要推薦至全港各個境區執行 古代絲綢之路沿途有什麼城市呢 香港商人向北京故宮捐贈明代的絲路山水地圖 何時當時已經可以清楚描繪絲綢之路的風貌 請問北京記者陳小浩報道 這幅船長大約30米 畫在券上的絲路山水地圖手卷 描繪古代絲綢之路由東方的嘉嶼關到西邊的天方城 譯息是現在伊斯蘭聖城墨家 沿路的城池和山川風貌 地圖繪在明代中後期 標示了絲綢之路上面211個地理座標 香港商人許榮貿以2000萬美金 涉合大約1億5000多萬港幣 由日本收藏家手上買入之後 轉贈給北京故宮博物園 故宮舉行捐贈儀式 故宮博物園說 絲路山水地圖證實在西方地圖傳入中國之前 中國對世界地理 特別是絲綢之路完善 已經有清晰的了解 過去有的學者說 清代的時候 外國的傳教士告訴皇帝絲綢之路是什麼樣 其實我們明代 在地理大發現的時期 就對這個包括 東亞、中亞、西亞一直到非洲 這麼漫長的絲綢之路就有清晰的一個調查 和清晰的一個畫面的展示 如果放在我家裡看別人沒那麼多 我希望到時香港博物園做好 前院長可以 這個畫可以去香港展 美國總統特朗普月中訪華的時候 國家主席習近平帶特朗普參觀故宮 兩人亦都一同欣賞過這幅券管地圖 故宮收納斯路山水地圖之後 會先由故宮文物醫院 利用光學掃描和電子顯微鏡等 先進儀器修復 博物園說會盡快修復這幅斯路山水地圖 向公眾展出 在戰艦場地會控制口濕度和溫度 確保這幅地圖不會受任何損害 保持電視處北京記者陳少豪那裡 第六方面 金美奧奪得今屆南美自由盃 他們在決賽的次回合 捉黑再贏拉路士 藍黑三的金美奧 有費蘭丁奴夠勤力 對方回合他成功拍掉 再顯示有速度跑得快絕不慢 慢的是對方球員 幾日前仙門32歲 陣中算是其中一個老將 首回合贏1比0的金美奧 27分鐘擴大總比數優勢 推了大半場 最後一腳都沒有腳軟 反而拉路士後防真的站不穩 兩個以為盧欣起腳過來山襲 原來他再推 然後瀟灑trip入 42分鐘2比0 這支巴西球隊自07年再入決賽 當時他們屈居亞軍的 這一trip 令冠軍更加穩陣 雖然70分鐘輸回一個12碼 差差叫到亞高斯達後腳 何西新特為首持入決賽的拉路斯追近 不過不用急了 這支亞根廷球隊想拿冠軍要再等等 每段踢少一個的金美奧 最終贏2比1 兩回合3比1盆盃 自83和95年 第三度成為南美自由盃盟主 無線電視記者陳坤傑報導 轉看法駕 巴黎聖為免的摩納哥就繼續連敗 由7月底開始 聖日以門在各項賽事踢了20場 錄得18勝兩王 這日主場對特魯雅 遠半場有一次12碼的機會 不過卡雲尼射失 連勝記錄得已延續 全靠尼瑪下半場 貢獻一入球一助攻 先是73分鐘打破槓局 遠長線 尼瑪助攻尾卡雲尼 衛星日以門鎖定贏2比0 聯賽5年勝 在榜首領先10分 這件雙白衣的摩納哥 衛森之爐越來越難行 這座客難得 全場令射門更穩握 更加是寶師階段被攻破大門 尼瑪幫南特射入唯一入球 摩納哥輸0比1 計算勾聯3年敗 好了,交回給你 好 輪社,有時你幫幫我 有時我幫幫你 請支持輪社第一計劃 多多指教 這張是我的卡片 這裡是我剛做的地方 透過職業專才教育 入職前,我已經學到這一行的知識同技了 畢業後,我可以很快投入工作工 學到結束了,晚安 我可以很快投入工作工 武師睡眠系統突藥 新聞檔案 是由武師審據贊助 1998年,律政司發表聲明 說有部分立法會議事規則違反基本法 一起重溫當年第一屆立法會在宣誓儀式 和選主席之後,怎樣處理有關的問題 律政司發表的聲明 作為香港特區的法律顧問 律政司認為 議事規則有約 干規則違反基本法 律政司同意 應該就這些複雜的法律問題 繼續 第七十二條所規定的主席職權 執行各位議員在稍後會制定的議事規則 立法會今天在議員宣誓之後 立即討論議事規則 這個規則已經由立法會秘書處按基本法修改 但是會前又收到律政專員的意見 認為仍然有地方和基本法有底中 例如說,表決的時候 應該怎樣理解票數 但是議員都認為 應該先通過議事規則 如果有什麼修訂 可以一日後會議再提出 這邊這個立法會可以隨即可進行 請放下 反對的請舉手 請放下 會議最後通過先採用這個規則 日後有需要的時候 成立委員會研究修改的問題 接著是Franco 1010特約天氣報告 之後是太子之寶中標特約 瞬間看地球 到時候 更新手機 剛才